一切诸法皆如幻梦境界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禅人真欲 生长庐陵 弃妻子出家 恶远离行 志向名山 参访之时 幻人已幻叶千额至领海 禅人因得来参 请慈往普陀里达官师 受以批舍服佛迹 付持来舞阳 幻人于幻化场中 坐如幻佛事 开诸幻众 说如幻法门 禅人坐礼请义 幻人乃依如幻三位 未说一切诸法皆如幻梦境界 而开诗之曰 善哉佛子 当善思维 一切诸佛依幻力而视线 一切菩萨依幻力而修持 一切二圣依幻力而去记 一切外道依幻力而昏迷 一切众生依幻力而生死 若福天宫净土 依幻力而建立 穷林宝树 依幻力而芙蓉 铁床同柱 依幻力而施舍 破汤如炭 依幻力而沸腾 林甲羽毛 依幻力而飞浅 蠢如烧桥 依幻力而洞悉 以及三世诸佛之所证 六代祖师之所传 总不出此幻网 三位禅人安德而逃之夜 入世帝斯和婴儿若生死 和婴儿入母胎 和婴儿古梅爱禅 和婴儿怨出沉沦 和婴儿发足超方 和婴儿参访之时 和婴儿屡名山登福地 穿丛林入宝舍 今年而南海 明年而舞台 后年而峨眉 入江电力环中 纵经沉洁 穷尽十方微臣国土 城市十方诸大之时 总揭不出幻化门头 非究竟真实处也 然虽如是 幻作梅头刃影 不妨就入海家 苟能一步踏断幻节 则无边幻网 一时顿裂 胡牙幻海 一时顿窟 无量幻叶 一时顿骁 无边幻醒 一时顿额 无量幻生 一时顿度 此则是明以幻修幻 所谓众生幻心 还依幻灭者也 其或未然 则纵经三生六十节 以文书为父 观音为母 苦贤为师 而欲试此信音 以求出生死事 远之远矣 辱地思维 其无为我为幻化人 非真实于也 参参